我们昨天元启学到了师父说 你们表面上都说 哥哥跟师父说 我们都想得好啊师父 我们可想得好了 但是你们都怕得好 奇怪吗 为什么呀 为什么你们哥哥想得好 但是你们甚至连世俗的那些 彩色名利 你也得不到呢 你说我想得好 我特别喜欢那些东西 好 那么即便你特别喜欢名和利 我们说了 那么你也没得到啊 各位可以检查一下自己 你有什么大名声 我们有什么福报 大大的 没有 为什么人家那么多人 有那么大的名声 什么比尔盖茨那些人 你看那大福报 大名声都有 是啊 人家都有啊 甚至人家什么都有 名也有 利也有 最后人家把那些财物通通捐出去 照样还是这样好 可是我们呢 什么都没有施舍过 那么名也没有 利也没有 到现在死死的守着自己那点名利 还是没有 还是没有怎么搞的呀 为什么我们说 世间的 幻化的我们都追不到 那么出世间的呢 更得不到 为什么呢 那究竟的出世间 究竟的利益 究竟的好 你就更别想得了 因为幻化的那么一点点 你都得不到 那你能谈得上 得究竟的好吗 究竟的好 从哪里来呀 哎 说话没人听 是吧 也不听别人话吗 就因为修了这样的因缘 所以果报就是 我们说话也没人听吗 所以你看 世间的名 世间的利益 对我们最究竟 最真实的利益来比的话 那世间的名利 就像一个泡泡啊 大海里的一滴水呀 你看我们连一滴水都修不到 何况你能修到一大海 那么大的究竟的利益呢 所以 师佛说我们想好 想要好 哎 怕得好呢 为什么 因为 各位明明知道 施舍可以得好 但是我们怎么就舍不得呢 比如说 各位 当时师佛说了 说你们把自己的房子 施舍给别人 肯吗 我们想来想去 不肯 为什么 哎呀 我挣钱挣了这一辈子啊 我就找来这么一间房子 或者几间房子 那是我 这一生 这一生 只有这一座房子啊 我给了别人 我不就没了吗 那是我们的想法 但是 佛说了 你施舍什么 你施舍什么就有什么呀 可是我们就想当下是没了呀 有什么时候才有啊 还是算了吧 不施舍了 房子嘛 太大了 哦 如果给他一小小的玩具还差不多 我的房子 肯吗 真不肯 所以 你把最好的施舍了 你愿意吗 不愿意 就是给别人东西 也是自己狠狠心 能拿得出手的 才会给 如果狠狠心 咬咬牙 再狠狠心 再咬咬牙 还是舍不得 算了吧 我还是留着吧 所以 我们绝对不会把最好的施舍给别人 不愿意 不愿意 那就是不想得好 他师父知道我们的毛病是什么 他绝对知道 所以你们真不想得好 所以说 人哪 真就是怪啊 太怪了 太怪了 怎么怪 听说啊 北方有几大怪 因为师父他北方人嘛 他比我还北方 我那个是河北 还在中间 那他呢 东北 嘿 是的 舍不得的 那些最好的 我们真舍不得 所以他当时说 人怪吧 又想得好 又不去 做 不去做 你怎么得好呢 那舍不得 你怎么得好呢 所以说你们怪吧 他当时他还在那里说 北方几大怪 听说过吗 我们北方 他们那 他们的北方 我们那里还没有 他们那里就是八大怪 八大怪说起来还挺顺口的 说什么 八大怪 窗户只忽在外 姑娘叼了大烟袋 大缸小缸 烟酸袋 养活孩子 吊起来 即将洗净年豆包 翻川皮 毛巢外 草皮帘子 篱发寨 狗皮帽子 头上戴 他们说的很顺口的 编的很 很溜的 那种八大怪 那是在北方 离我们河北 还要靠北的 那 我们我小时候 我有一亲戚就在黑龙江那边 当然也很远了 虽然说 我也算北方 河北 也算北方 但是那是中间的北方 中心地 所以还不算那里 我有一亲戚就在那里 然后 他们说的那些 他说我们那里是什么什么什么样子 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啊 啊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他说是啊 他说我到你们 他到我家来玩 然后住了好多天 他说你们这里跟我们那里完全不同 你们不也算北方吗 我说是啊 可是我们这里 气候跟你们那里不一样 习惯也不一样 他说 我说你们真怪 他说你们也怪 好 所以 我们互相之间就觉得怪 然后 现在我又到了南方 南天边 然后我又觉得 好怪 好 跟我们北方又不一样 跟中间的北方又不一样 好 就会觉得别的地方怪 是 怪吧 怪 从南到北 从北到南 都有怪 但是这只是一个比喻而已 那人怪 怪在哪里 师父说了 怪 个个怪哦 怪的不行 怪在哪里啊 是怪南方北方的气候 特质不同吗 不是的 怪什么 就是你们想好 却就不做 那就怪了 太怪了 哎 你看看你们在场的各位 师父当时指着我们说 你看看你们 有的人在那里愁眉苦脸 你看他眉头皱的 每一次看到我们皱眉头 他会喊 会撕啊 干嘛呢你 眉头干嘛呢 哦 我想起来了 又皱眉头了 为什么呀 因为我总怕他让我出家 我总怕他让我守戒 我一看到他 我就怕 又又让我守戒的吧 这个人 因为第一次见 我就觉得 他一定要让我守戒 我很怕 然后我就愁眉苦脸了 总担心 总是担心 不要让我守戒吧 好 结果还是被抓来守戒了 哦 不过现在守得挺好 虽然做不好 但是不会愁眉苦脸了 当时是这样子 你看看你们 一个个愁眉苦脸呢 各位 你们有没有愁眉苦脸的时候 皱着眉头 拉着脸 有吧 为什么呀 那是什么缘起啊 你一个皱眉 一个苦脸 这就是你的表情啊 你的什么心态 你什么表情 就是嘛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毛病 你一个愁眉 一个苦脸 就是这样的表情 这样的表情 证明你有什么样的心态 这些都是败坏自己的缘起 那我们已经学了五年了 就连一个愁眉苦脸 我们到现在都改不了 为什么 是啊 这就是心理因啊 因为你心里如果是光明的 你不会愁眉 你不会苦脸 就像我们昨天学过了 说进行品 你看 如果你心里光明 遇到什么样的人事物 你通通都能修成 利益自己的因 结成利益自己的缘 你那个时候很开心呢 你有什么好愁眉 好苦脸的呢 但是我们现在不行了 还没学透 何况是做到呢 说了 就是吗 就是心里阴暗的呀 小小老师兄说 还太吝啬 舍不得 菜多的最后吃不完了 坏了也不愿意给邻居 你看 就剩的坏了也不想给 是吧 就何况是好的 没吃过的 你先给邻居 更舍不得了 是吧 所以我们就是好的东西 就不喜欢给别人 真的是要忏悔的 哎 皱眉头 如果是恨不得 把东西学到手 那还好 如果是心里阴暗 那就惨咯 嘿嘿 那就惨咯 如果是 哎呀 学佛法 就怕东西学到手了 就怕学不到手了 那还好 那还有心 心有大力想得到 哎 我们就是心里阴暗 哎 那是委员 是的 是的 有的人呢 还有的人会这样跟我说 他说师父啊 你知道吗 有时候他说 我有一些关键点 他说 我听过了 我就不敢 跟别人分享 我说为什么呀 他说万一别人分享到了 他不就懂了吗 那么他懂了 他去修 他快点成了 那我不就慢了吗 那么他不就快了吗 他快了 他就高了 他高了 我不就差了吗 哦 我说啊 那就是你的心态 是吗 你这样的心态 你能得什么 那么将来 你想一想 你的果报就是 人人都不会教你什么 你学世间的法也好 出世间的法也好 别人不会教你关销点 不会的 绝对不会 那是你的果报 那么你 什么关销也学不到 到时候你想快 快不起来的 因为你中了那样的因啊 结了那样的缘啊 你就是说 我在世间做生意 做生意的诀窍是什么 人家也不会教你了呀 不管你做什么 所以我们一定要心里光明哦 就要施舍 就要施舍 你比我高好啊 你先去依这个修行 你快起来 你快点想法反倒 你快点成佛好啊 你要发自内心的欢喜 那个时候你不会愁眉苦脸 你也不会起恨心 所以当时是佛说我们了 说你们这些人 永远都是小女人的架势 小女人 小女人 有好多人是这样子的 你这个说的太太太什么 太真实了 因为什么呢 你看你有时候给别人点东西 你会想啊 你拿我东西 你会觉得我好是吗 还有的人呢 他学了佛法以后 你知道吗 他就说我要给你东西 我要给你东西 我给了你以后 你将来要成倍的还我的 因为我比你高啊 你没修啊 你没修 当然我在你那里就比较高一些 我然后再给你东西的时候 你一定会加倍还我的 那我将来那福报大大的 哎呀 你还得在我身边做我的仆人 所以他就觉得 这够本 这好 他就抓紧时间去 这里也选选 那里也选选 看看谁 我要在谁那里弄点 甚至还有时候说 哎 我要给你点东西啊 你要什么 我说我什么都不要 然后他说 你需要什么 我说我不需要什么 然后他说 你需要赶紧说 我在你那里 供养了 然后呢 我就会 嗯 要了 我说你供养我干嘛呢 他说我想要你这个 我想要你那个 我想要这个这个那个那个 最后他说 甚至我超过你才好 因为 因为 我至少 我至少 比你年轻 我至少比你聪明 我至少比你有力 为什么我还不如你呢 所以我供养你了 赶紧的把你那些刷刷刷 留到我这里 然后我比你高了 那才显得我有用啊 我说好 好 你不供养我也行啊 我给你行吧 我免费给你好吧 就不要这么阴暗了 很好笑哦 就有时候我们学了 都是要捞啊捞啊 我要多多的捞啊 但是佛菩萨他就是 给呀给呀 我要多多的给呀 所以有时候我们用错了 我们用错了 用反了呢 会让人害怕的 各位 我们用反了 真会让人害怕 就会吓人啊 你想干什么 我有时候会问 你想要什么 哦 那么我现在先给你好吧 很好笑哦 哎 我们有的时候啊 是不想给 有时候给了 就是我想成倍的捞回来才好 哎 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些都是属于心里 比较阴暗的啊 所以师傅说 我们永远都是小女人的架势 就即便是你现在学会 重阴修缘了 你也还是小女人的架势 为什么 总想得 哎 小人 女人 你是不是女人是吧 你看小女人这三个字 就知道女人 哎呀那八十次态你去看 好的八十次态你女人 再加个小呢 就是女人当中的小人 各位小人已经够难养的了 女人中的小人 那就更更难养 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女子跟小人画等号了 是吧 难养 如果说女人中的小人 那就更更难养 八十次态出的 八十次态 那足足的 我们足足的 就是这样子的架势 那怎么能得好 我们这次师佛讲这个 在周三讲的那次法 让我们去学 你看那八十次态 你看看那八十次态 我们不但具足 而且是 哎呀 具足的不得了 每一样我们都是 特别完美的具足 具足什么 八十次态嘛 我们呢 当时师佛没有说的那么 细 没有说的太细 也没有说的那么狠 所以呢 我们对八十次态的感觉呢 还没有理解太深刻 因为师佛说了 让我们自己去挖掘嘛 所以我没看到 各位谁挖掘去 那么你每一态 你挖掘出来 自己究竟是怎么表现的呢 自己究竟是什么样的神态 表情言辞度作 动作就符合那八十次态的每一条 你详细研究了吗 没有 是吧 我还没有看到 或许你研究了 没有分享 不过呢 我没看到 不好意思 不过我没有研究 但是我也看到了很多现象 就是 你每一条 这每一态 你是什么心态 什么样的动作 你曾经有什么样的动作符合那一条 你曾经有什么的话语符合那一条 你曾经有什么样的表情也符合那一条 那细致的研究自己再细致的去观察 对方 你就会发现 这八十次态怎么能得好 不可能得好 所以无限的例子 无限的 没有研究是吧 那个已经讲了 是我在这次周山讲坊的时候已经讲过了 那可以的 当然可以 只要你愿意学 我们都可以细细的去挖 我们一起去挖 然后我一挖 然后你就想起来 啊就是就是 那次我是这样子 那样子的 你会想起来 那么我们每次想起来呢 就把它忏悔掉 那也不光我们学习一番 那么忏悔掉了 就可以了吗 还不行 还要再发愿 相反的愿去发出来 像佛菩萨一样的愿去发出来 那样子我们就会 一边挖 一边丢掉那些不好的 再种下好的 那每一次都能得利 不会白学了 好 我们师佛呢 继续来为我们讲 说今天我们又重新温习了一下 昨天的内容 那么各位 如果我今天不带大家再温一遍 各位可能这一辈子不会再去看 你看 是否把我们研究到透透的 他带我们学了 我们就会去学 好 有点意思 如果他不带 就这些文字已经打出来了 或者是书也印出来了 有谁去看第二遍 有谁去学第三遍 就是你自己去看第二遍 第三遍 第四遍 第五遍 有吗 很少 甚至没有 为什么 因为我们觉得 学会了 那么简单的东西 你让我看一遍 我就知道是什么意思嘛 干嘛还要看第二遍 干嘛还要看第三遍 甚至是佛还说什么 想要看五百遍 五百遍 五百 我当时还以为我听错了 我说五百吗 他说啊 我还没说一千遍呢 我说啊 我以为你说错了 五遍还差不多 五百遍 我没敢再说下去 因为我做不到 是吧 做不到 忏悔啊 还愿我们将来都能把 这些妙法 发自内心的 欢喜的去看上五百遍 然后把它牢记在心 变成我们自己的 然后消化吸收了 完美的运用出来 这样才好 所以当时师父说 你们不带着你们去看 你们这辈子不会去看 会不会出现 师父说的这种情况呢 绝对会 你能不能把这些祭牢呢 好像不能是吧 因为什么 因为师父说了 他讲的法太多了 有的东西是绝版的呀 有的东西是绝版 比如说缘起 你在其他地方你找不到的 没有单独讲缘起的法 所以这个就叫绝版 那么大家听过也好 那毕竟八十田里留了种子 你说我不想再看第二遍 你也不想说什么五百遍 第二遍我都不想看 那么也算好 至少你听过一遍 你八十田里留种子了 有这个种子在 那就等着他慢慢去发芽吧 但是人家看五百遍的人 为什么呢 当时听的时候有种子了 那么你一遍就是一个圆 两遍两个圆 三遍就三个圆 五百遍五百圆 一千遍一千圆 那么你当时有种子 接下来你又相续不断的给他加加加加 加了五百遍圆 加了一千遍的圆 那么你一圆马上很快聚足的时候 你能不会用吗 你能不会用吗 各位 一圆聚足了 果报就展现 那你用起来就像师父 就不要说像师父那么高了 就像师父的小手指一样 你也绝对是嬉笑怒骂 各位都欢喜听受的 是吧 那五百遍就是你的圆啊 那既然讲了圆起 你为什么不去善于运用这个圆呢 数量难道不是圆吗 各位我们常常忽略的圆是什么呢 时间你常常忽略 还有就是这个变数 你也常常忽略 那这个时间和变数 它都是你要成就每一件事的善缘啊 你为什么不用呢 或许我们会小看那些 所以我们常常不用 一个时间 一个变数 师父常说的一句话 变数到量了 质量就过关了 变数到量了 质量就变了 为什么呀 圆啊 那是圆其中的一项啊 那就是围绕我们这个种子的善缘啊 为什么不用呢 所以当时师父说了 你听过一遍 你不再听了 你也算有个种子 但是你用不出来 因为你没有结果 但是如果你当时听了一遍 完了以后 你又看上十遍 二十遍 五百遍 一千遍 你加上一千遍的圆 因缘具足 你质量就会发生改变 这个时候 你的质量改了 也就是等于你果报展现了 你绝对会用 那时候你仰望师父 你就觉得 哎呀师父 我离你近了 至少我也有点点做出来了 哦 用出来了 所以我们不要忽略这个数量的圆哦 好 接下来啊 师父 因为我们讲了 岩师出高途 好 我们来理解一下 岩师出高途 师父说了 你看 今天我带着大家又复习一遍 是吧 温固之心 好 至少你又结一遍圆 现在大家呢 你要逐渐进入实习状态哦 那你就应该天天有进步 实时有提高 因为今天 一开始 师父曾经说我们了 说我 从你们进门 到你们坐下 我一个一个盯着看呢 我发现你们神态表情 言辞动作 一个一个没让我眼前一亮 没让我欢喜 为什么 你们还是我行我素 你看我交了好几天了 可是你们没用 没有用神态表情言辞动作 为什么呢 为什么没有提高 为什么没有进步 这个时候怎么办 师父说我会打人的哦 我也会骂人的哦 我一听啊 会吗 因为我第一天见到师父的时候 他是那么高雅 他一举一动都是那么高贵的 就看他做的坐姿 他的眼神 还有他吃饭 那每一点都是那么高贵典雅 所以在他 他在我眼里绝对不会是打人骂人的 因为打人骂人对我来说那是不好的 我认为那是不好的 所以他说我会打人的哦 我会骂人的哦 我就想 嗯 你要打人骂人吗 天哪 你怎么会这样子 因为我当时并不理解 嬉笑弄骂都是善缘起 那么他打人骂人也是一种缘 什么缘 就是打掉我们心中的烦恼 骂走我们心中的成功 我当时并不理解的 因为我没学嘛 所以他说打人骂人的时候 我还认为是不好的 其实那是太好了 所以才有师兄羡慕我 他说师兄啊 你太好了 你怎么就被打了呢 我怎么就没有 我说啊 你还喜欢 真的 打掉我们的烦恼 骂掉我们的成功 多好事啊 所以当时我没理解啊 所以当时师佛没骂 没打 他打了 在前面 打我之前 他没打 还没骂的时候 我已经哭过好多次了 是吧 我已经跟大家分享过 我当时哭过好多次 甚至还哭到半夜了 哭到半夜 然后我说买票啊 师傅你跟我买票 然后我要走了 我才不要听 不要学了 我说丢人啊 丢人丢到家了 不行我要走 是吧 当时我是那样子的 所以师傅当时也说了 他说我会打人骂人的哟 当时他说 可是呢 有时候不好打 不好骂的 为什么 是人家好哭 我一听这个 又想起我了 是 我说不知道别人好不好哭 反正我当时好哭 我就哭到半夜 我还要回家 然后师傅就说 大哭了怎么办了 像红小孩一样 你看四十多岁的小孩 然后我说 天哪 就像小孩 因为当时师傅问过了 他说 请问你几岁了呀 我说 四十多了 他说是吗 就这种样子 也是四十多岁 我说 四岁啊 我说四岁 行吧 他说嗯 四岁都比你强了 我说 哦 忏悔 只好忏悔了 哦 就是 你看 哪有大人被打哭了的呢 所以我们没长大 我们个个像小孩嘛 所以师傅当时就是这样哄我们 说 小孩啊 打哭了怎么办啊 哦 怎么办啊 所以他说 有时候 我不能严肃的 他说你看 如果我的表情是严肃的 他就摆出一副严肃的表情啊 我一看 呀 吓人 我有点怕 哎 那么大家师傅也知道了 他说你看 我这样的严肃表情表现出来 那么你们个个都会别扭 就在场的各位通通会别扭的 你们一看 呀 师傅这么严肃 哎呀 他这 这搞得自己就别扭了 不知道该怎么站 怎么做 哎 怎么听 不知道了 但是师傅如果是就像哄小孩一样哄着我们的时候 哎 我们就会觉得哎呀好自在 哎呀 在他面前怎么样都是没关系啊 没关系的 还是否反正哄我们的 哦 没关系 就不会别扭 说你们承认吧 承认 绝对承认 当时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现在各位 各位 现在你们想一想 师傅如果绝对的摆出他那种严肃的 就是对法绝对恭敬特别严肃的那种表情出来 在你面前的话 各位 你会不会别扭呢 你还是觉得非常自然 觉得就应该这样的嘛 那讲法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啊 就应该这样严肃的 哦 我很开心的 你能欢喜接受吗 或许还会有好多人接受不了 为什么 因为太严肃的 我们会觉得没意思 别扭 你如果再严肃一点的话 我稍微出点错 假如我说错一句话 你啪一巴掌 还是严肃的 那我就会哭啊 如果我 哎 是的 如果我 哪个表情没表好 就像我那次有师兄在那里说 说一句话 我理解 没理解好 然后我的眼神不对 那师傅看到了 就说你干嘛呢 你刚才什么眼神 我说怎么了 然后我就别扭啊 我接受不了的 我怎么了 我马上反弹 我怎么了 他说你是什么眼神 我说我不知道啊 我没注意 哎 就就这样子啊 如果当时他连问都不问 就啪一巴掌打过去 然后就骂人 想把我这个骂掉 后我肯定就会觉得没意思 干嘛呢 这是 就一个眼神 不对 就这样子 你再搞严肃点 我回去算了 因为当时 就是这样子 我回去算了 是吗 我现在如果太严厉了 就是那种 干巴巴的 就一定要绝对绝对 严肃的那种 一本正经的去说 各位 要么就睡着了 要么就算了 不要听了 所以呢 还得有点意思才好 是的 所以当时 师佛说了 我不敢言呐 我不敢呐 不敢严肃 不敢打人 不敢骂人 因为一严肃 大家就跑了 但是 发自真心的说 发自真心的 对大家说 各位 言师出高途 这句话 你们绝对要理解的 是的 因为我已经感受过了 就我们在场的 就我们一起跟着 师佛学习的 各位 有师兄就是这样子的 因为他跟我关系 也是 好多 大家在一起 关系也比较不错的 那这个时候呢 就会有一点点放肆 放逸 好 我们就稍微用个这个词吧 那么 一放松 就会放逸了 一放逸呢 那言词 神态举止 通通他就会放逸 然后就会放肆 然后如果 我说这样子 不会得好 然后 他甚至可以在我面前 放肆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这样子不得好 那么我就会 稍微 严肃一点 稍微严肃一点的话 他就会难过 他说 为什么你对别人 那么欢喜 你为什么对我 就这样子 你为什么这么冷呢 我说 我稍微只是对你严肃了一点点 他说 这要叫一点点 我接受不了的 你知道吗 这样子对我 你知道我的心 有多冷吗 我说 他会指责我 然后我说 是这样 那对不起 我 那只好就 不要严肃了 但是呢 真的 我不严肃 你会放肆 你在放肆的时候 绝对不得好 所以后来呢 就是 再稍微严肃一点点 行吧 可是我发现 很多次 我每一次一严肃 他每次都会指责 抱怨我 再严肃一点 他又会指责 抱怨我 然后 就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哦 真的 后来我就想 算了 你喜欢怎么样 就怎么样吧 因为 我已经感受到了 我经过几次的严肃一点点 我只是严肃一点点 他跟我的距离 已经拉远了好多了 然后他说 你 我就这么差吗 难道你就这样 想丢开我吗 我说 我没想丢你 是你对我的距离 越来越远了 因为我稍微一严肃 你马上指责抱怨 指责抱怨 就是在砍 那个善缘的大刀啊 你在砍啊 是你砍啊 不是我在砍啊 然后他说 算了 反正 你 不喜欢我 你喜欢别人 就去跟别人 怎么样吧 反正你对我冷 就冷吧 哦 所以 所以 我真的不敢 我也不敢 我已经体会到了 所以我不敢了 各位 真的 你说让我严肃 我真不敢 你看师傅 他跟我们讲的时候 我们当时也理解不了 他说 严是触高图 这个话我们都会背 我当过老师 所以20年的教龄呢 也让我知道 严是就是触高图 你哄着的那学生 他就没办法 为什么 因为他 你哄他的时候 他才学一下 他为你学一下 他不知道那是为他好 他认为学习就是为老师学的 老师啊 你哄我开心了 我今天为你背了几个单词 我今天为了为你做了好多题 我今天为你做了好多作业 然后 好 好 好 那就哄着继续学 如果你对他一严肃 他就会说 这是什么老师啊 我才不要学吗 我们经历过这些事 所以呢 严是触高图这一句话 说起来容易 听起来容易 做起来很难 师傅当时说了 他说你看 有时候啊 我不敢啊 为什么 你看啊 他当时是这样说的 你知道吗 有时候啊 那徒弟 很严厉的 天哪 各位 我们有没有在师傅面前很厉害呢 各位 师傅说了 说有时候啊 徒弟很厉害的 我们回头想一想 我们真的有时候很厉害的 就面对这么厉害的徒弟 敢指责 敢抱怨 敢指手画脚 面对这样的徒弟 师傅不敢言 为什么 他怕言了以后 你跑了 他还得到处找 因为徒弟太厉害了 所以师傅不敢言 徒弟说了 师傅 你要 每天跟我说 你在哪里 哪里啊 这样子 我才欢喜为你做事呢 我才欢喜修行呢 师傅只好说 好 我会抱 我会抱 好 然后 师傅 你 你现在 在做什么呢 师傅只好赶紧说 我在干什么 干什么 如果回答慢了 他都会说 你怎么回答慢了呀 你在干什么 哦 所以 师傅不敢言 要绝对 面对厉害的徒弟 这时候 不敢言 那样 做不好啊 那就跑了 好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师傅又想让我们得好 但是我们个个那么厉害 怎么办 所以师傅呢 好好好 谢谢啊 希望我们到果报成熟的时候 都能接受哦 那师傅说怎么办呢 怎么办 各位 你们现在讲缘起 已经讲了好多天了 可是你们我行我素就不做 怎么办 师傅想言 但是徒弟又那么那么厉害 他又言不起来 师傅只好想了一个办法 想了个什么办法呢 就是说 他说 假如各位你们做不好啊 但是你们又怕丢面子 你们怕难堪 好 我不打也不骂 行吧 我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行吧 你看吧 我们把师傅逼到什么地步了 各位 我们那么厉害 把师傅逼到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了哦 我们有没有惭愧啊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怎么睁怎么闭 就是说睁着这只眼 看什么呢 他睁着的这只眼 他拿着放大镜 用一只眼睛来找 找什么呢 找我们好处 我们的优点 我看看你今天拿点好了 哎呀我拿着放大镜 终于找到一点好了哦 然后我说 哎呀 某某某啊 你这一点真好啊 太好了 继续做啊 哎呀 太棒了 好 撑羊 撑羊赞叹你哦 睁一只眼还要拿着放大镜哦 撑羊赞叹我们 好 那么闭着的那只眼干什么呢 就是你做不好 算了 他也不打也不骂 哎 算了 就闭上这只眼吧 就不看你那个了哦 你又不想接受了 算了 我就把这只眼闭上吧 是吧 我们把师佛逼到这种地步了哦 哎 不 没有 没有师佛已经说了 你那个不好的地方 他闭着眼睛啊 他不会看你不好的哦 他只是拿着放大镜找你那个好处 好 他是这样子的 所以他现在用了一种方法 他说我现在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好吧 各位 我们当时有点惭愧哦 有点脸红 为什么呀 各位有没有惭愧啊 不过 当时师佛说了 他说我用这种方法也不行 为什么呢 为什么用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方法还不行呢 我们怎么这么厉害呢 因为真的就有这么厉害的徒弟 为什么 他说 比如说我今天看到你们各位啊 其中有一个人 哎呀 终于拿着放大镜看到你有一点点好了 我就说哎呀 正如师傅在这里嫉妒哦 好 那么现在师傅拿着放大镜终于发现你的好处了 哎呀 正如今天这个这个烦恼比较轻哦 哎呀 我今天 哎呀 我看到他这个神态比较好哦 他在那里夸你呢 这个时候马上就有我或者是其他的师傅师兄 一听 什么 师傅怎么夸他呢 今天我也挺好的呀 你看我今天一直微笑的呢 为什么不夸我呢 难道你那放大镜就没有看到我吗 你为什么不看到我 只看到他 难道你心里只有他 师傅你只对他好 你不对我好吗 你心里只看到他吗 各位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 如果有 你让师傅怎么办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都不行 你让他要怎么教我们呢 你们就会说师傅肯定对他好 就对他好 就不对我好 师傅最后没没办法了 他只好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对谁好对谁不好 跟你学法有什么关系呢 你在师傅面前不是想学法吗 你在师傅面前是为了学法 是为了离苦得乐是吧 那他对谁好对谁不好 他看到谁看不到谁 跟你学法 跟你离苦得乐有什么关系啊 你为什么要搞那些呢 你跟着师傅在干什么呢 是学法 要离苦得乐还是跟着师傅去造业 去搞嫉妒搞烦恼 你想一想你跟他在一起干什么呢 你到他面前去又要干什么呢 你想过吗 跟你学法跟你离苦得乐有关系呢 这个绝对我们都有的 所以我们师傅说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那我们也不行的 不行 因为你心里只有他没有我 我还记得当时我也有过这样的错 所以忏悔一下 因为当时我叫惠思 山东有一位师兄叫妙思 所以师傅两个思分不清 因为他当时分不清楚 当时我在场 我要打字什么的 他总是盯着我的 他说妙思啊 你这里又搞错了 然后我说师傅 我叫惠思好吧 你心里只有妙思吗 怎么每一次都叫错呢 然后他说 对不起错了 错了 我不是心里有他 我只是想了半天 惠思妙思妙思惠思 到底你是什么思 我没搞懂 然后我就叫错了 我说啊 我逼着师傅承认错误了 忏悔忏悔 各位你们有没有呢 因为当时我没学佛法嘛 所以我就有那些烦恼的 很深重的 我也敢说出来 他说你放心 如果我到山东妙思那里的话 或许我会对着他 他喊惠思的 结果还真的 真的是 后来他有一次也是到山东去了 那么妙思就在那边嘛 然后 我们也在一起说话来着 师傅 他 妙思师兄跟我说 他说你知道吗 师傅他心里啊 可惦记着你了 我说怎么惦记我了 他说他看着我喊惠思 我说啊 你也有这种烦恼啊 我们俩都有 我说哦 我说当时他对着我喊惠妙思啊 我也问他 我也说他心里有你 他说啊 这样子啊 我说我们俩烦恼深重 赶紧忏悔吧 各位你们想一想哦 这叫错一名字 你们都敢 我们都敢 逼着师傅认错了 各位你们有没有 就因为有那样的因 有那样的缘 所以我后来就遇到好多人 总逼着我认错 就是他搞烦恼 我也得认错 真的 我就遇到好多 我每一次 我被别人逼着我认错的时候 我只好说忏悔 忏悔 我忏悔 我不忏悔清静 永远有人逼着我认错 没办法 各位 如果我们现在还在搞这些烦恼 你还在做这些 你想一想 你修来什么果报 是否是福田啊 那么生生世世都会有人逼着你 逼迫你 让你去认错哦 你怎么做都不对 你怎么做别人都会不满意 这就是你修来的因和缘 将来的果报就是生生世世 你怎么样做都不对 你两只眼睛都瞪着 不对 好 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对 好 你去撑牙赞叹 不对 反正你不对 这就是果报哦 是的 我们永远不要去这样 去以自己烦恼 去想象别人怎么样 有时候我们真的有一个一句话或者一个表情 我们都会随自己的心去想去猜测别人是怎么样 一定要认定了别人就是怎么样 那个时候你总在搞错知道吗 错用缘起 我们就总搞这些 最后就搞到自己无可奈何别人也无可奈何就这样子了没办法 所以师父最后说跟你学法有什么关系呀 你搞那些干什么呢各位就就记住啊自己在师父那里只是学法 学法就是为了离苦得乐你就不要搞别的了 最后师父再说说实际上啊大家用好了缘起啊用好了以后那都是好事 你看大家互相随起赞叹多好 但是呢你用不好就会失去固有的东西 人家车阳赞叹呢你在那里搞你的烦恼干什么呢 你就把那些通通都失去了 所以我们每时每刻都检查哈我们的神态表情言辞动作你最根本处你是在发挥智慧还是在发挥无名啊 我们主要是依什么呢 我们现在主要还是依无名啊 贪嗔痴慢疑嫉妒等等 再加上我们身口的造作 这样子我们永结不复啊 这个词我们听到以后有没有害怕 永结不复哦 永世不得好 永世哦 你想搞一个永世不得好吗 那你就依无名 依贪嗔痴慢疑 加上身口造作 你就永世不得好 你想好吗 想好你就依智慧 依慈悲喜舌 再加上你身口造作 那你就永世得好 到底要做什么 自己去想 每一句话都很重要 每一句话都很重要哦 是佛自己嘱咐的 每一句话我们都要想好 所以这里面最最重要的是三条哦 延师出高徒 我们记住了哈 以后就不要搞那个逼着师佛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好 还有一条就是师佛不管做什么跟你学法有关系吗 你要学法你要用什么样元气 你要修什么阴节什么元 那是你的事 就不要再逼迫师佛了 好 再一个就是你现在要选哪一条 是要永世得好还是永世不得好 永世得好 依智慧 依慈悲喜舌 身口造作 永世不得好 就是依无名 依贪嗔痴慢疑 身口造作 那么这三点我们绝对要背下来的哟 不但要背下来 时时刻刻要用出来 如果用不出来怎么办 因元给他拼命加元 多少变元自己找 反正你加够了元你就能做出来了 那么这个元加多少变 多少变的元 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 数量达到了 质量就会改变了 是吧 我们说数量就是元 这个依据是什么 为什么数量也是元起呢 为什么也是元呢 我们能源经理有没有这样的依据呢 有的 熏习 还记得那熏习妄想吗 妄想可以熏习 智慧不可以熏习吗 当然可以 只要你去熏习 你一遍一遍的熏 熏坚固了 你就可以达到那样的善习气 那么相反的 你熏习那些妄想 那么一遍又一遍的熏 无时以来就熏 熏到现在 你就有那些恶习气 所以各位你想熏智慧呢 还是想熏那些烦恼呢 另一去增加什么样的数量呢 低智慧的数量 慈悲习舍的数量 还是想增加烦恼的数量 无名的数量 语习 这就是我们元起的依据哦 什么依据 这元起 数量这个元起 它就是熏习啊 习就是习气嘛 习气有善有恶 你想熏善习气就得熏呢 一遍一遍去熏吧 怎么熏呢 身口意都可以熏的 你去学那些智慧 把它记牢 用放在心上 好 然后你用嘴巴去说 一遍一遍去说 那又又一次熏 然后你去做 作用出来 一遍一遍去做 又是熏 身口意都可以熏 那么你熏啊熏 熏啊熏 好 你这个习气养成了 你看看你的风采 哎呀 无限的风采呀 鹤立鸡群吗 你是珠穆朗玛风啊 所以对于神态表情 颜色动作 第一我们要学 第二我们要用 常用 神态表情动作难吗 不难 你时时刻刻去熏 时时刻刻去用 好 你就能发挥 所以近朱者赤 近末者黑 把你丢到大篮缸里面 你就染成了 染 嘿 熏 染 熏 就是染 你一遍一遍的染 染的威力很大的哦 我们就像一块白布的话 把你丢到黑缸里面 你就熏黑 染黑了 好 丢到 红的 染缸里 你就染红了 好好染哦 染什么呢 那现在我们现在要染的要熏的就是高贵典雅思悲洗手 那么染成什么呢 最后的结果就是染成嬉笑怒骂通通都是晒缘气 当然成这样哦 那么我们要怎么熏怎么染 你可以通过那些电影电视去学表情去学言词去背那些名词术语 然后时不时的去用 那么你去模仿 你时时的用哦 时时的模仿 你出去规模一年就行 那么我要是看什么样的电视 电影 是否已经推荐过好多了 包青天 天龙八部 大长金 狼牙榜 这些大家都可以去看 那里面的高人 你都可以去熏 去闪 那么你每天熏每天染一年 你就有点规模了 如果你每天熏每天染 时时用 十年你就上档次了 每天熏每天用 一百年你如获纯青 如获纯青啊 走到哪里的话 你绝对跟别人不一样 你看那些高人 他走到哪里跟别人不一样 他每句话说出来跟别人不一样 那就是鹤立鸡犬 不管怎么样 各位啊 你一定要达到哦 一定要达到的 不达到不行啊 最后嘱咐一下 各位 即便是师父推荐的这几部电视剧 你去看的时候 你也要知道 要知道 不要被故事情节牵住哦 要怎么看呢 你要一点一点细细的看 比如那个高人 他说出来一句话 你马上暂停 暂停的时候 你去想 在这个场合 他面对的是这样的人物 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 他的目的是什么 好 他心里在想什么呢 他才说这句话 他说出来这句话 他配合着这句话的表情又是什么 你去看好 表情是什么 那你就把这个人当下的 神态表情言辞动作 通通研究了 研究透了 你再继续往下看 是这样子细细看的哟 为什么要这样细看呢 因为你看不管电视剧也好 电影也好 他们这些演员 他要表演到位的时候 他一定要被 要把故事情节研究透 然后他要表达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他也要研究透 那么当下这个场景 他要拍这个镜头的时候 也要研究透 我要表达的是什么 我要用什么言词 什么口气 什么表情 什么动作 来完美的表达出这个镜头里 我要表现的人物 他绝对要研究的 你不研究这些 你这个演员 你不达标啊 那导演就说 重来 你还要再重拍 你那个说话的语气不对 他说重来 又得重拍 所以我们去看电视剧的时候 你就会一个情节 一个情节 你去分析 他为什么要这样的表情 为什么有这个动作 为什么要这样说话 说话的口气 为什么是这样 快一点会怎么样 慢一点又怎么样 不用其他的语气说 又会怎么样 你都可以练的呀 这样你一点一点来练 你就是高人啊 不是让你去看情节的哟 各位 所以缘起理念 师父教了好多看电视 来练习自己缘起的方法 那现在呢 先对我们说了 不要被故事情节牵住 再往下 师父会带着我们点点滴滴 通过我们一起看电视 教你怎么样 去透过电视来模仿 达到自己熏习的目的 那么你熏完以后 你对着电视剧熏完以后 你研究完了 你还要去看镜子的 对着镜子去练哦 那么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你对着镜子 看看自己的表情 是不是像那个演员一样 到位 我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这个 微笑是不是到位 好 如果我要用骂人的语气的话 我这个表情 是不是又到位 不管你用什么样的 你要对着镜子看的 因为你的表情 要看的哟 那么这是练习 好 那这是7月4号的时候 我们学到的缘起法 明天呢 我们继续来学 7月5号 师父又讲了哪些呢 又为我们熏习了多少缘起呢 我们明天再学